两岁开始学习做家务,对孩童有益。 现在许多家长不要求孩子做家务。 家有女佣的,家务全由女佣做,没有女佣的,爸妈放工回家后自己做。 其实,让孩子做家务,对孩子本身是有不少好处的。且听本地专科医生解析。 莱佛氏儿科医疗中心儿科顾问医生赤普拉表示,做家务能帮助孩子学习自我控制,达到满足感,培养责任感和建立信心。 在实际动手做家务的过程中,也让孩子更加融入到家庭生活,加强与家人的沟通,并学习团队合作。 赤特拉医生说,两岁大的孩子,已可开始做家务,学习生活技能。 对于从未接触过家务的孩子,家长可以先指派一到两项简单的任务,当他们掌握后,才逐渐增加工作量。 不同年纪的孩子,可做哪些家务? 2到3岁。 收拾玩具和书本,把脏衣服放入洗衣篮里。 自己穿衣服,弄脏了,自己清理。 若有宠物,帮忙喂食。 4至6岁。 清理餐桌和摆餐具。 配搭袜子,帮忙折起来。 收拾洗好的衣服。 整理自己的床和房间。 7至10岁。 扫地,西沉。 清理垃圾。 清理浴室水槽。 帮忙准备食材。 准备简单的食物,如三文质。 分类和折衣服。 11岁以上。 清理厕所。 西沉和抹的。 6宠物。 清理冰箱。